Hi! My name is Kaiwan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DJI Ronin-M電子影響穩定器的遙控器 那這個遙控器呢 就是我當初在六七年前買這個DJI Ronin-M附的遙控器 那它正常使用應該是要有第二個人來操控這個 Ronin-M 但是我自己通常拍片都是一個人出去 也不會有什麼社助 或者是有另外一個人來操作之類的 所以呢這個遙控器一直都放在我櫃子裡 幾乎沒有使用 那我後來又買了一個DJI Ronin的 Ronin Thumb Controller 拇指控 這個拇指控真的是超級方便 它又可以調整它的自動處理 又可以來自己一個人來完成你的Tilt跟Pen 真的是超級方便 但是有一個問題 就是它很難同時移動兩個軸 你只能一次控制一個軸 它沒有斜角 就是你一次你要Pen你就只能Pen 你不能一邊Pen一邊Tilt 那有點困難 所以我現在又找出了這個DJI Ronin遙控器 想說我們如果要同時Pen跟Tilt 用這個遙控器應該還蠻方便的 但是發生一個問題就是 這遙控器故障了 然後呢我送到DJI去然後他們就說 因為這個電子影像穩定器已經六七年了 所以他們這個遙控器已經沒有在生產 他們也沒有在維修 然後所以我這個遙控器就是一個故障狀態 所以今天呢我們要來分解這支遙控器 然後來看看它的內部構造 然後看到底有沒有辦法把它救活 奇蹟似的救活 或者是它就是一個廢 塑膠 爛遙控器 OK那接下來就是我們分解遙控器時間啦 那我們就先把我們的機殼整個拆開來看看 OK這比我想像中還要複雜很多 那我們來看看要從哪裡下手 我們先把該拔的線給它拔掉 哇這看起來超級帥氣耶 這就是跟那個DJI所有的空拍機 之前的Fentom系列空拍機一樣 超大遙控器裡面這麼多細節 真的是看起來超帥耶 看到遙控器的內部竟然長這樣 真的是超帥 一大堆彈簧 一大堆機關 然後 哇塞 超級酷炫 好吧 看起來還是有問題 它就是 原本開機的時候它應該會嗶嗶兩聲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那公司人也說 他們從來沒有看過這個奇怪的指示燈 真的是很神奇 我們就慢慢的把一個一個東西拆開來 然後就重開一次 看看到底有沒有救完 OK那接下來我們就直接把我們的主機板拆下來 看一看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還是一樣 我把該把它都拔掉了 那就應該是主機板的問題 我們試著把它插到電腦 然後韌體更新 看一看到底有沒有辦法把它救火 啊沒有辦法救火 我們就 徹底的把這個遙控器分解 OK那我們從電腦更新之後 有幾個消息要跟大家說 第一個消息就是 正常了 超瞎 我竟然把它用好了 那接下來就是說 我怎麼把它用好 就我覺得 DJI還蠻瞎的 就是我把它送到 他們的公司去 他們說沒有辦法修 然後又停產 所以 他們就說 哦是主機板的問題 所以沒有辦法修 那叫我自己去網路看看有沒有其他賣家在賣 超瞎 他們自己的產品 竟然不會修 到底是怎麼回事 那所以我們 就是 上網 忽然看到有人跟我有一樣的問題 然後他也是在DJI的社群裡面 那我們就看他慢慢解決慢慢解決 一大堆人有這個問題 然後有人 打出了一個神奇的秘技 就是在DJI軟體自己一個神奇的秘技 然後就可以下載一個神奇的軟體更新 然後下載 安裝完那個神奇軟體更新 我的遙控器又恢復正常 超瞎 這個秘技 我覺得DJI內部人應該也知道 他們 就 我也不知道他們到底在想什麼 他們就不想要告訴我這個秘技 反正打入這個秘技 下載好那個軟體 我們的遙控器就恢復正常 應該恢復正常了吧 我們先來測試一下 好啦 雖然遙控器看起來修好 但是我們現在連不太到我們的RONIN 穩定器上面 所以我要再去研究一下 到底要怎麼重新連接我們的遙控器 好 我們又試了一陣子之後 然後我發現一個很酷炫的東西 就是 就是我們把所有的 功能按鍵 我們全部都連接上去之後 它整個才會正常的啟動 但是我們的連接還是有問題 我不知道 可能是因為我天線斷掉 之類的關係吧 所以我們就試著把我們這個支天線 因為它線還連著 但是我不知道裡面到底有怎麼樣 可能有損毀啊 接觸不良之類的 我們就把這根天線拆開來看看 到底裡面長怎麼樣子 反正沒有修好 也是不能用啊 我們就只要把它拆開來看看 然後我們就直接使用暴力把它分解 看看到底裡面長怎麼樣 我這個天線的外殼 我剪了一大半才看到有東西在裡面 那它為什麼要做這麼長 根本沒有意義啊 好像裝飾用而已 OK啦 我們現在把整根天線分解開來 結果裡面就長這麼小小一根 做這麼長一根到底在幹什麼 我們繼續研究一下 它到底是不是接觸不良呢 還是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我是覺得這個天線故障 因為它的線其實已經都有點炸開來 所以我猜應該是接觸不良 不然就是這根天線有點故障 所以我再看看有沒有地方可以找到這個東西 然後可以維修的 不知道我們就來找找看 好那我們就隨便找來一根看起來幾乎一模一樣的天線 可能就是一模一樣的天線 但是這根是Wi-Fi使用 我也不知道到底可不可以用 反正我們就把它想辦法把它接起來 看看到底有沒有辦法把這個東西恢復正常 我們就直接來 像我們現在拇指控可以順利連接我們的RONIN 那我們把這個拇指控關掉之後 我們這邊就會開始閃紅燈 進入尋找配對模式 那我們接下來這個遙控器也是開機 然後正常狀態 但是怎麼樣就是連接不上 所以我猜應該還是遙控器這邊的問題 就是他不想要跟RONIN正常對話 不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 我們再繼續研究一下到底有沒有其他的解決方式 完成啦 竟然把它修好了 超猛 但是有一個超瞎的東西就是 我們把整根天線給它拔掉 就是我也不知道它上面 原本上面這邊的天線到底是要幹什麼用 就是我把整根線給它剪掉 然後把它的天線 就是整個剪掉之後 然後原本想要接 就是有Wi-Fi的東西 然後把它接上來 但是那個線真的太細了 所以我根本沒有辦法接上去 所以 徹底把它剪掉之後 竟然 我們還可以順利的遙控超瞎 而且遙控的距離超遠 穿兩面牆都沒有問題 我從我們家最遠的地方遙控也都沒有問題 我也不知道 它的天線感覺就是裝飾用 我完全不知道它怎麼這麼神奇的東西 我用超久 結果 終於搞定 最瞎的是 送去原廠 他們不修 超瞎 一個問號 好啦 那就先這樣 那再跟天線剪掉 我就覺得 應該沒有差 因為訊號還是超好 就 組合起來 可以用就好 但是完全合起來之前 我想要講一下 DJI陣裡面這一塊主機板 那主機板整個是用成黑色的 它這樣成本更高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這樣看起來 非常非常的帥氣 就整個 好像融合為一體的感覺 然後它上面所有的零件全部 有電子零件 全部都塗了一層防水漆 我也不知道它為什麼要塗防水漆 它可能就是想要讓它的 遙控器壽命延長之類的 因為這整組的RONIN 當初也要買個四萬五左右 那我組一組現在可能六七萬 跑不掉 這樣子 真的是超讚 它想到你 可能會用很久 所以它的品質 加強了一些 真的是還蠻讚的 好啦 我們接下來就把它 捲個合起來囉 完美 超讚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 DJI RONIN 三軸影像穩定器的遙控器 就這樣子修好了 真的是超讚 超級意外 就一個不小心就給它修好 好啦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啦 那如果喜歡這個影片 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 攝影相關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yu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掰掰